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 林姓南子应债务纠纷火同逢姓南子等人将对方压上车 警方或报前往拦阻 林南驾车冲胀逃逸 同车的逢南被捕后便称警方没穿制服 以为是仇家 新北地院和一廷勘验后方汽车的行车记录器发现 后方汽车门窗紧闭 还播放音乐 人可以听到远警大喊警察 下车以防害公务罪判逢居易 50日可上诉 判决书指出 去年4月30日凌晨 林冯等人因债务纠纷协商不成 将对方带离现场 警方或报在台北市民权东路 发现冯南行踪 立即拔枪贺阻 并高喊警察下车 不料林南却突然踩油门 企图讨好警员C开枪射击轮胎贺阻 两人仍顺利逃走 案发后 封南因一同在车上被依防害公务罪嫌起诉 他辩称不知靠近的是警察以为是仇家才会赶紧讨好 不过警员正称当时他持枪靠近 敲打车窗时虽未出示证件 但有向车内的人大喊警察 下车 不仅如此 何一亭勘验后方汽车的行车记录器发现 当时车上播放消黄旗的上水的花且音量不小 后来两名穿着便服的男子靠近 其中一人持枪拖敲击车窗并高喊警察 下车可见后方车辆在门窗紧闭播放音乐的状况下都听得到警员声音 封南在车内不可能听不到 沈卓他非开车者判居50日